九合一選舉邁入最後倒數階段 武當警察人士議員永康區候選人林洋瑜 無日把握最後機會 在武王府管理委員會的陪同下 屬戶掃接敗票 林洋瑜表示 人名第一就是他的理念 若順利連任絕對會繼續為民謀福 這次永康區英選7席 登記15席競爭激烈 林洋瑜表示 英空有43例 43例目清 可以說我本人 就早到11里左右 村的就是我的團隊 隔隔隔隔 都會不會時就出去拜票 暗時又拜票 可以說一天都分做三隊的人 出於愛家愛婦 我們人拜託 希望這些互民 可以得到他們的心 像一張三票來回頭 林洋瑜指出 縣市合併後 地方發展緩慢 若順利當選 他必定要求市府 加快腳步 落實人民第一的理念 現在縣市合併 你以後 地方的福利 和基準結局都比較慢 這次我還來連任動選 我會建議新的市長 這種政策一定要改 這個地方 人民第一 你明年快樂幸福第一 林洋瑜本次提出多項政見 判透過勤走基層的方式 打動選民的心 替選戰加分 記者讀者阿台南採訪不到